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巴基斯坦發生汽車炸彈攻擊 目標是中國官員 事情發生在4月21日 地點是巴基斯坦的比魯茲筍首府奎達市 有一個酒店叫塞雷納酒店 高級酒店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隆融率領了一個代表團 正住在那個酒店 但是爆炸發生的時候 中國代表團因為出去跟巴基斯坦官員搞宴會 宴會回來的途中只差5分鐘 就是還沒有到達酒店 還差5分鐘 到達酒店的時候 酒店發生了大爆炸 這個大爆炸是由地下室的一個裝滿炸藥的汽車所引爆的 威力巨大的爆炸發生之後 有5人被炸死 12人被炸傷 由於中國代表團還沒有回來 所以炸死 炸傷的是當地人為主 5個人被炸死的是巴基斯坦的5個公民 還有兩名是巴基斯坦的官員 受傷的也都是這個酒店的工作人員 中共這個大使隆融雖然幸免於難 但是他很清楚這個目標是針對他 有一個組織出面宣稱對這次爆炸負責 這是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分支機構 他在巴基斯坦境內有一萬人的武裝 所以他宣稱對這個負責 而且說明這個炸彈是自殺式炸彈攻擊 針對的就是跟巴基斯坦官員舉行會議的外國人 在外國人就是指的中國人 因為只有中國的官員在那裡活動 這件事情說起來是很有原因 由來已久 那就是涉及到中國跟巴基斯坦的關係 以及在巴基斯坦的投資 巴基斯坦是亞洲少數幾個 被中國稱為鐵哥們的國家之一 號稱巴鐵 有一個道理叫朋友的朋友就是敵人 巴基斯坦之所以跟中共走近 那是因為巴基斯坦跟印度是宿敵 巴基斯坦以前跟印度是同一個國家 後來分開成兩個國家 當然還有分開成三個國家是孟加拉國 分開之後 巴基斯坦跟印度圍繞克斯米亞的爭端 一直就有世仇 是樹敵 勢不兩立 各自都需要一些外國的大國來背書 那為巴基斯坦背書的就是中共 共產中國 因為中共把民主的印度當成他的敵人 在巴基斯坦成了中共的朋友之後 中共就在習近平政權推行一帶一路的時候 就把巴基斯坦當成了重要的據點和路線 在巴基斯坦 中國的一帶一路叫中巴經濟走廊 它的重點就不止在比魯茲省 比魯茲省實際上是一個人口稀少的省 但是占地面積很大 它就類似於中國的西藏 新疆一樣 占地面積很大 但是人口稀少 這個省在巴基斯坦的領土達到43%多 但是人口非常少 了無人緣 但是富藏礦產資源 天然氣 石油等等 中共就想在那裏開發天然氣 而最重要的是 中共看中的是 比魯茲省有一個港口叫瓜達爾港 這是一個深水港口 中共要在這個港口投資 而這個港口通往的對面就是中東的霍爾摩茲海峽 就是緊接伊朗 沙特這些石油大國 中共通過巴基斯坦的經濟走廊到達瓜達爾港 然後通過瓜達爾到達中東 形成一條經濟命脈 或者說掠奪石油礦產天然氣的這麽一條線路 但是中共的這些一帶一路項目在巴基斯坦卻受到廣泛的反對 反對黨不斷的提出批評 就算前兩年進去當選上任的新總理伊姆蘭漢 實際上對中共的一帶一路項目都非常不滿 他進選的時候就說要叫停一些中國的項目 他是以一個相對反中的姿態當選的 他當選之後叫停了一些項目 比如說中巴鐵路 在巴基斯坦境內修建鐵路 甚至要跟中國接軌 被稱為巴鐵 這是一個諷刺性的說法 本來中共那些小粉紅 五毛黨 自乾五把巴基斯坦稱為中共的鐵哥們 所以叫巴鐵 但是人家恰恰取消巴基斯坦的鐵路項目 說巴鐵反而要取消 所以一度雙方鬧得不歡 但是很多一帶一路項目 尤其是中巴經濟走廊直達瓜達爾港的項目 早就鋪開了 說沒法取消 實際上針對中共的攻擊 中共表面上不承認 這次沒有說汽車炸彈襲擊針對中國 或者是共產中國 或者是中共的官員 但是這幾年所發生的事情都很清楚 在秘魯茲省有各種各樣的反政府武裝 其中有一個叫秘魯茲解放軍 最早還分別受到了中國 蘇聯 美國先後的扶持 根據地緣政治的演變 最後秘魯茲解放軍成了一個維護當地利益 反對外國勢力的武裝 其中就反對中共 明確提出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共的勢力驅逐出比魯茲省 這個解放軍的組織就先後制造了好多起攻擊 包括前幾年曾經襲擊中共駐卡拉奇的領事館 另外還在中共官員下榻的一個五星級酒店 叫做大陸珍珠酒店 曾經有槍手進去襲擊這個酒店 也是發生在最近幾年 2018 2019 2020都有 甚至包括其他一些組織 比如說塔利班組織 比如是解放軍 還有其他一些組織 還襲擊過巴基斯坦的證交所 這個證交所跟中共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所以最新發展的發生的這一起攻擊 顯然是針對中共方面 也就是說中共大使這次是僥倖逃脫 差點就被炸死 差點域密 他顯然是驚觸一聲冷汗 表達什麽譴責 中共的外交部發言人也都表示譴責 當然巴基斯坦的總理 或者是內政部長 或者是外交部都相應的表示譴責 但是巴基斯坦並不能消除在比露之省的各種各樣的武裝 這些武裝目前針對的目標都是外國 而主要針對的目標就是中共 中共在比露之省完全沒有安全感 中國的公民 中國的官員都沒有安全感 以至於中共在瓜達爾港修建的大型港口 要用圍欄給圍起來 所以光圍欄就是一個巨大的項目 中共在瓜達爾港總共投資了500億美元 占地24平方公里 最後不僅建了圍欄 造價高昂的圍欄 而且是安裝了500個監控攝像鏡頭 以測安全 這個做法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不安全 直到武裝組織要去進攻 進攻中共所建的瓜達爾港 而是中共的一個基地 如果巴基斯坦欠中共的債務還不起的話 那瓜達爾港就可能被中共搶 奪取使用權 甚至是更多的擁有權 股份等等 就像中共在南亞國家的斯里蘭卡所做的那樣 給了斯里蘭卡10億美元的貸款 斯里蘭卡還不起 最後陷入債務陷阱 中共就把斯里蘭卡的一個港口變為己用 周圍的領土 周圍的土地都被中共所用 叫使用權長達多少多少年 漢班駝塔港應該叫 中共在那裏企圖還搞軍事化 另外中共在非洲的一個國家叫吉布提也是這樣 把這個國家弄入了債務陷阱 最後切取了這個國家的一個港口 作為通往紅海 通往非洲的一個要塞 據說中共在那裏建立了海外的首個軍事基地 而且在軍事基地內部據說還可以停泊 停泊航空母艦 所以顯示了中共的全球軍事野心 回頭說 中共投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它的長期的目標也是想佔為己有 而更長期的目標是想把它軍事化 這就是比鹿之省 各路武裝要進攻的原因 所以中共就用懶杆 巨大的懶杆工程把它圍起來 但圍起來之後 表面上能夠起一定的防範作用 但是受到了巴基斯坦反對黨的一致譴責 認為這樣的圍欄計劃是一種反人權的計劃 因為反人權的動作 因為這製造了種族隔離 因為當地人由於這個圍欄 可能更多的當地人會牽走 人口結構發生變化 有可能圍欄裏面更多的是中國人 就是整個巴基斯坦 特別是比鹿之省 特別是瓜達爾港 在24平方公里內有可能被中國人佔為己有 所以反對黨猛烈的抨擊 就是不僅在戰略意義上抨擊巴基斯坦的政府 所以有這個項目 而且在人權領域 其他領域的猛烈的抨擊中共的做法 所以這次中共遭到襲擊 就在比鹿之省 魁大師遭到襲擊 是最新的一次 既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後一次 可以遇見更多這樣的襲擊 攻擊和武裝攻擊 或者是炸彈 或者是自殺式的攻擊 會針對中共的目標 中共的大使館 領事館 或者是中共的外交官 巴基斯坦發生的這一起爆炸案 是中共最新遭受的一次挫折 證明它在國際社會各國不受歡迎的程度 因為即便是被中國稱為巴鐵的國家 巴基斯坦都不歡迎中國 尤其是在民間 不歡迎中國 不歡迎共產中國 實際上不歡迎共產中國 或者是抵觸共產中國的勢力 現在繼續在世界各國發聲 最新發生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政府宣布取消兩個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 中國把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省當成重點輸出一帶一路的項目 但是維多利亞省的兩個重大的項目被澳大利亞政府宣布違反了 不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不符合整體的一些考量 所以宣布取消 中共就跳腳 中國族澳大利亞的公使叫王熙寧聲稱 說中國不是一頭任人宰割的奶牛 說這個奶牛在強壯的時候被人擠來 說到了一定時候又被人謀化 要宰割 就號稱自己好像是在受澳大利亞的宰割 而且說中國跟澳大利亞關係的惡化要由澳方負責 完全是澳方負責 怎麼負責呢 五萬戶就是澳大利亞提出了兩件事情 過去一年 一件事情就是澳大利亞拒絕中國的華為5G的項目 認為華為5G是一個見諜項目 這在很多國家都是共識 最重要的是 澳大利亞是率先在國際上提出要調查這次大瘟疫的來源 要成立一個國際聯盟 中共就惱羞成怒 因為中共知道自己作則心虛 想出了所有的方法來掩蓋這次大瘟疫的起源 中國起源於武漢 尤其起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 因此為了掩蓋 但是澳大利亞偏偏提出要調查 要在國際社會獨立進行調查 所以中共對澳大利亞展開了全面的報復 全面的經濟制裁 以至於澳大利亞的葡萄酒 大麥 礦石 鐵礦石 煤炭都受到中共方面的制裁 當然 政府制裁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導致了去年冬天中國大範圍的限電是因為煤炭不夠 就是因為澳大利亞的煤炭被停在港口無讓卸下 中共寧願審害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 國際民生也要去對澳大利亞採取政治行動 這次中共把再次比喻 說中國跟澳大利亞的關係 是說在中國不是一頭任何宰割的奶牛 中國網民就說話了 究竟中國政府還有哪些動物的比喻都列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前不久中共駐愛爾蘭的大使館把中共比喻為羔羊 先是反駁戰狼外交 他反駁的時候講了一個一所欲言 狼與小羊的故事 然後就想說別人才是狼 戰狼 而中國人是羊 但是這個大使館說來說去又不服輸 不想認為中國是弱者 最後結尾一句話就說 但是中國不是羔羊 所以那個時候說中國不是羔羊 這次又說中國不是奶牛 中國網民就問 中國究竟是什麽 如果不是這個動物 不是那個動物 是不是狼 如果你狼也不承認 是不是豬 因為根據奧威爾寫的《動物籠莊》 原來的故事就很符合中國今天的情況 就是《動物籠莊》寫的是 最後由豬類統治了其他動物類 豬類成了最高的動物 所以如果你不承認你是羊 也不承認是奶牛的話 也不承認自己是戰狼 惡狼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豬類 所以中國網民建議 中國政府最好列一個清單 究竟哪些動物不是你 哪些動物是你 中共遭到國際反對 國際譴責 還有最新一例 那就是前兩天英國議會全票通過一個決議案 認定中共在新疆的作為就是種族滅絕 而且是反人類罪 因為中共在那裡建立集中營 搞酷刑 強迫勞動和絕育 所有這些手段都符合種族滅絕的特徵 也是反人類罪 英國議會通過這個決議案之後是第四個國家 前面有美國 有加拿大 有荷蘭的議會 先後通過這樣的決議案 而美國政府也承認這一點 不僅是川普政府在卸任前 由蓬佩奧國務卿做了這樣的表述 後來新的政府 拜登政府上來之後 新的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務院也承認當時前政府所說的結論 也接受這個結論 那就是中共在新疆的作為 就是種族滅絕 英國 本來英國首相約翰遜還比較猶豫 表示關於種族滅絕的定義不要隨便定 因為他考慮到跟中國之間有經濟利益 或者是貿易關係 不想損害經濟利益 想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低調 他說關於種族滅絕應該由法院來裁定 但是國會根本不管約翰遜的猶豫 說國會無意義的下約 無意義的通過了這樣的決議案 就是譴責中共在新疆的作為 而且把它定義下來 就是種族滅絕和反人的罪 輕的話就是要拒絕跟中共在這方面的任何合作 比如說新疆的棉花 只要新疆有集中營 只要集中營有強迫勞動 只要強迫勞動 涉及到新疆的棉花 而新疆的棉花占了中國大部分70%以上的產品 英國就要抵制 而且拒絕這方面的合作 而不在乎什麽經濟或者是什麽利益 所以現在約翰遜政府可以說壓力大增 來自於議會的壓力 英國社會其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對於中共的清算 不只是要清算他在新疆的作為 還要清算他在香港的作為 因為香港的作為直接背叛了《中英聯合聲明》 而且直接損害了英國的利益 更不用說對在國際社會帶來深重的負面影響 所以英國政府不管是願意也好 不願意也好 在英國主流民意 就是在國會所代表的主流民意下 不得不有所作為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順便提醒大家歡迎訂閱陳破空護眼網站 那裏有我各種書籍的連載 包括中南海後悔學 假如中美開戰 關於中國的100個常識 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等等 還有我的自傳以及文學作品 另外也歡迎訂閱《希望之城》裏面的陳破空會員頻道 那裏有我的每日問答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